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建模过程中的第一至第五步 明确了建模过程中主要面对的问题及模型方法的选择,模型和模型体系结构的确定,以及模型参数的估计 并明确了模型方法的选择及参数估计,这一系列步骤中出现的问题及可能对模型所构成的影响 我们指出,构建模型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分析与经验使用相结合的方法 有些人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构造出比较科学的模型,这其中有一个经验的问题 所以系统工程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 这也需要大家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 而更多的是将自己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 提高自己对于模型的认识 对于模型构造方法论的体验 最终能够使自己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得心应手 第七步和第六步 以及后面的第八步呢 是模型构建的后续节奏 因为任何人即使他的经验再丰富 他的系统工程方面的学术修养越高 很高,那么也不可能保证自己所构建的模型就是科学合理的 系统工程研究方法论中包含的反馈观点 也告诉我们 模型的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反馈环节 因为系统工程是从实践中来到实际中去的学科 那么建模的过程 作为对系统工程 学科研究与应用的一个具体体现 自然也离不开这样一个反馈环节 那么这个反馈环节主要就是体现在六七八步 因为模型构建完之后 包括参数已经估计好 并且嵌入到模型内部 这样模型及其模型体系就要投入运行 当然这种运行是一个宽泛的抽象的运行 既包括一些比较具体的计算机仿真模型的运行 也包括一些数学分析模型的计算过程 通过对输入输出数据的比较 来看一看这个模型运行的效果 任何真实的开放系统都有一个输入和输出环节 模型对于系统的模拟与表现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系统 实际系统的输入输出 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描述和再现 那么实际系统的输出 就是我们所构建模型的期望输出 因为我们的模型是针对于具体的目的和非常具体的客观客体而构建的 比如说在人口增长模型中 在历史上 比如说第一年 基期人口是100 第二年是105 那么我们如果构建出的模型 第一年是100 而第二年的输出是90 那么这样虽然模型也可以运行 但是这就跟实际的 实际的 输入输出 有了较大的出入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通过模型及其体系的运行 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所构建的人口系统模型 是不科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能够比较清楚客观的描述现实系统的运行规律 这样就必然要对模型系统进行检验 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第七 对模型体系进行实验研究 把这样一个模型放到具体的环境中 当然这个环境呢 也是一个抽象宽泛的概念 实体模型就要放在相类似的环境中进行实验 而数学模型就要给定与真实系统相类似的输入与输出 观察其结果 是否符合实际系统的实际输出 也就是是否与期望输出相一致 第八 对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 针对于第六阶段和第七阶段的工作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发现模型现实所存在的不足 并且尽量通过分析找出不足之处的原因 然后对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 所以综合起来 二至八步 基本上都是为第一步而服务的 建模的要求 不仅体现在对模型要素等等方面的刻画上 也体现在对模型准确性的要求上 应用于不同目的 有不同要求的模型 它们对于模型准确性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讲 工程系统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而社会经济系统 则相对宽泛 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而它的变化也往往更加趋向于随机性 比如说 在社会经济系统中 更多的模型是倾向于对客观实体趋势的研究 比如说 在系统动力学模型中构建的世界系统动力学中 重点研究的是城市 及其城市发展所经历的城市的产生 城市的成长 城市的成熟以及衰退阶段 但究竟具体到城市的成长阶段 是经历十年八年或十三年十二年 这个对于系统的模型并不是非常重要 因为建模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趋势进行研究 只要大家通过对模型的研究 而发现了城市的发展 要经历这几个阶段 那就可以了 再比如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 究竟你这个经济周期要持续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年五年 这个具体的 严格的数字意义上的结论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仿真的手段 验证了经济周期的存在性 及其内部的作用机理 并探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减轻经济周期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或者说来减轻经济的波动问题 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 但是对于一些工程系统而言 比如说化学反应 就需要一些非常明确的压力 温度等条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问题的研究者和模型的构建者 就更加关注于系统的准确的一些数据 所以这就是建模的要求 差异 使得我们对于模型的构造 模型的运行和模型的修正 有了比较大的方法上的差异 模型构建的科学性 是针对于模型构建的要求而言的 很多问题 往往不必要研究某一方面 比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城市的发展中 一些非常具体的数字 这是不必要的 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而对有些系统 比如说工程系统中的化学反应过程 则是十分必要和必须了解清楚的 这就是构造模型的基本步骤 当然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过程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往往几个步骤会合成一个步骤 而有些模型呢 不需要进行实验研究 有些模型则主要侧重于 考察其实际输入与期望输入的差异 这些都使得我们对于模型的研究 要必须确定 必须认真研究的是第一步 建模的目的和要求 因为在第一步的后续几步的过程中 虽然这些过程是比较一般的过程 在很多模型的固件过程中都要经历 但其要求 但其具体的操作方式则有所不同 不同的根源来自于建模目的和要求 所以这八步希望大家明确 并且在实际的建模过程中认真领会 下面为大家介绍几种经典的系统模型 第一种是ISM解释结构模型 这在我们教材的第七实验 到后面的83页有所讲述 它主要是通过对于系统模型中 专家意见的把握 通过一些科学和偏定量化的处理 来搞清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决定关系 在以后的课程中 我们会详细介绍解释结构模型法的构建与求解过程 第二是状态空间方法 这种方法供大家了解 它也在我们教材的84页 至92页有所介绍 第三是系统动力学方法 它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系统仿真方法的一种体现和代表 前面我们提到的世界动力学模型和城市动力学发展模型 都是这种方法的应用结果 这在后面我们将对模型构建方法及软件的使用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第四是冲突分析方法 主要是介绍两个利害关系有冲突的局中人之间 他们之间如何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 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果 比较经典的例子是冷战期间 发生在古巴的美苏之间争端的一个古巴导弹危机 下面为大家介绍系统工程模型技术的新进展 随着系统工程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不断深入 系统工程所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涉及复杂系统 非线性系统 传统的模型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研究的需要 规划论 硬的优化技术已很难应对这种局面 当然这里面硬的规划技术更多的是指传统的运筹学理论中的优化算法 高度非线性及复杂性是现实系统的基本特征 用传统的硬技术理解和预测这种多变量 多参数 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是不适应的 而且很难建立起合适的数学模型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软技术 传统的方法由于其精确性和定量化 而不能处理现实复杂多变的系统 事实表明 在处理这类系统时 必须面对程度越来越高的不精确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因为复杂系统 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非常强的系统 它的来源主要是内部因素的复杂性 使我们难以完全准确的把握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智能化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 软计算被提出来 软计算不是一个单独的方法论 而是一个方法的集合 在这个集合中的主要成员 包括模糊逻辑控制 神经网络 近似推理 以及一些具有全局优化 且全局优化性能 且通用性强的算法 如遗传算法 模拟退伙算法 禁忌偷索 禁忌搜索算法 和乙群算法等等 这些方法呢 都属于启发式算法 它们的特点是 更多的借鉴了生物原理和人的思维 因此有人也称之为拟人方法 比如说神经网络 就是模拟了人脑中 神经系统的学习功能 而创立的一种心算 大家知道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 是人脸的识别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 而且非常容易的识别出 今天和明天 同一个人 能够非常清楚的界定出来 刚出生的婴儿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界定出 非常容易的认出 哪个是他的母亲 这就是人脑一个非常重要的 并行功能 而对于计算机而言 这就非常的困难 今天这个人 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可能第二天穿一件白色的衣服 那么计算机系统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识别 而认为是不同的人 而对人类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这就使得与人体或人脑 作用相关的一系列方法 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问题 如何从生物学的领域借鉴 应用仿生学的理论 创造出新的崭新的搜索算法 是目前在模型领域 所研究的热点问题 比如说遗传算法 就更是模拟了生物系统中 进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通过对于遗传基因中的 变异组合等等特征的模拟 遗传算法 可以利用一种新的机制 来寻求一个问题的最优解 它主要是借鉴了 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 与遗传思想 而提出的一种 全局性并行搜索算法 它的仿生呢 具体体现在 自然界生物的进化 通过自然选择和有性生殖 两个基本过程 不断进化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生物逐渐从简单的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 这是一个完美的进化过程 按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 这一过程 遵徐选选择 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 原理 它使自然界生物的演化问题 得到较好的解决 正因如此 人们开始把进化 这种奇异的本领 看成值得仿效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借鉴了仿生学的原理 即用搜索和优化过程 模拟生物体的进化过程 用搜索空间中的点 模拟自然界生物体 经过变形后的目标函数 度量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当然这一适应能力 表现在遗传算法中 就是解的评价 因为每一个可行解 总是对应一个相应的适应函数 当然这个适应函数 可能是全局的最优 可能是最大化或最小化 把这些对于目标函数的求解 转化为适应函数 来衡量每一个解的优劣 它是这样一种思想 生物优胜劣汰 类比为优化和搜索过程中 用好的可行解 取代较差的可行解的迭代过程 所以这一迭代过程 也可以认为是 对生物界进化的一种模拟 这样就形成了进化策略 遗传算法注重附带与子 在遗传细节上的联系 主要强调染色体操作 遗传算法是一个群体优化过程 为了得到目标函数的最小或最大值 我们并不是从一个初始值出发 而是从一组初始值出发进行优化 那么这一组初始值就好比一个生物群体 它们通过相互作用 不断进化 优化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个群体 繁衍竞争和遗传 变异的过程 所以 遗传算法 本质上来讲 是对于一种生物界的模拟 这也是目前 我们对于软计算方法的 一种研究的新的思路 因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律 生物系统在完全没有外部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 通过自身的自组织行为 而达到了今天这样一种相对非常合理 科学的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其内部的激励 是完全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另外一种是模拟退火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 是基于蒙特卡罗迭代求解的一种全局概率型 搜索算法 该算法呢 源于固体退火过程的模拟 所以模拟退火算法 是来自于对一个物理过程的模拟 先将固体加热至融化 再徐徐冷却 使之凝聚固成归整的晶体 那这样一个物理过程 溶解是为了消除系统中 原先可能存在的非均匀状态 冷却过程之所以徐徐进行 是为了使系统在每一温度下 都达到平衡态 因为在平衡态 系统的自由能达到的最小值 如果将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 类比为能量函数 控制参数 类比为温度T 模拟固体退火过程 就可将给定控制参数之时 优化问题的相对最有解求出 然后减少控制参数 使之趋于0 最终求得组合优化问题的 整体最有解 这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 模拟退火算法呢 是一种全局优化优化算法 通过人为的引入造声 得当算法陷入局部最优的陷阱时 而制造从该陷阱中逃脱的条件 进而在逐步减少造声 以使得算法能停留在全局最优点 所以除了对于生物领域的模拟 为疑似 当然其代表是遗传算法 还有对物理过程的模拟 所以这都是一些简 非常有代表性的算法 另外有代表性的 还有蚁群算法 这也是一种对于蚂蚁的 这样一种生物过程的模拟 它主要源于 大自然中生物世界新的仿生类算法 作为通用型随机优化算法 它吸收了昆虫王国中 蚂蚁的行为特征 因为大家知道 虽然蚂蚁大脑并不十分发达 但是却很少出现迷路的情况 通过其内在的搜索机制 在一系列困难的优化组合问题 求解中取得了成效 由于在模拟仿真中 使用的是人工蚂蚁概念 因此有时亦被称为蚂蚁系统 据昆虫学家的观察和研究发现 生物世界中的蚂蚁 有能力在没有任何可见提示下 找出从窝巢至食物源的最短路径 并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适应性的探索新的路径 产生新的选择 作为昆虫的蚂蚁 在寻找食物源时 能在其走过的路径上 释放一种蚂蚁特有的分泌物 信息激素 这使得一定范围内的其他蚂蚁 能够察觉并由此影响 他们以后的行为 当一些路径上通过的蚂蚁 越来越多时 其信息激素轨迹也越来越多 以至信息强度增大 后来蚂蚁选择该路径的概率也越高 从而更增加了该路径的信息激素强度 这种选择过程被称之为蚂蚁的自催化行为 由于其原理是一种正反馈机制 因此可将蚂蚁王国理解成所谓的增强型学习系统 它使较为正确的路径得到增强 这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用于优化领域的人工蚂蚁算法 其基本原理吸收了生物界中 蚂蚁群体行为的某些显著特征 比如第一 能察觉小范围区域内状况 并判断出是否有食物 或其他同类的信息素轨迹 第二 能释放自己的信息素 第三 所遗留的信息素数量会随着时间而逐步减少 由于自然界中的蚂蚁基本没有视觉 既不知向何处去寻找和获取食物 也不知发现食物后如何返回自己的巢穴 因此它们仅仅依赖于同类散发在周围环境中的特殊物质 信息素的轨迹 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有趣的是 尽管没有任何鲜艳知识 但蚂蚁们还是有能力 找到从其巢 巢穴 到食物源的最佳路径 甚至在该路径上放置障碍物之后 它们仍然能很快重新找到新的最佳路线 那么这些解决机制都为我们创造新的系统模型 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 尤其是在仿生学领域 大自然经过极长时期的进化 使得一些比较好的生物 比较优秀的生命体 和其相对应的行为体制 或行为特征 保留了下来 那么我们就正可以依据这些思路 借鉴这些 保留下来的合理科学的作用机制 比如说 生物的进化 比如说 以群寻找路径的行为 来创造出 我们自己所特有的 或者说我们自己所能够使用的 新的系统模型 使之能够为我们所解决 特定的问题 所服 另外一种比较新型的网络技术 就是派水网 这在教材里面没有提到 派水网是1962年 由德国科学家派水 在其博士论文用自动机通信中 所提出来的一类模型方法 它主要是描述了行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通过位置集合中储存的标记 和与此相关联的变迁 来谋述和分析系统的行为 目前以广泛应用于通信协议的分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通常遇到的计算机死机 或成死索问题 实际上就是资源调度不当而引起的 那么通过对由派水网 对其进行建模 通过对死节点或死状态的分析 可以寻找出形成死索问题的原因 并且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规则 制定出一系列的规则 来尽可能的避免死索问题 所以派水网的一个主要优势 就是通过对派水网所对应的 状态空间的分析与把握 来明确系统的所处的一些具体的状态 通过对死状态或活性的分析 来使我们的系统具有一个较好的动态行为特征 另外可以通过对变迁中引入 引入随机的时间延迟 将派水网同构于随机过程中的马尔科夫链 进而打开了用派水网进行系统性能分析的大门 那么这都是新型网络技术 开吹网 而且近年来应用非常多 以广泛应用到了供应链和物流的模型构建 以及企业管理中的工作流等等 系统模型及其体系 体系及其应用 主要还有基于系统分析框架的 系统工程模型方法 涉及框架的问题 系统分析框架 就要求大家能够将 我们在上一节课所讲过的 系统第三章中 系统工程方法论 图三至三 这样一个系统分析过程中 大家可以结合以后的学习过程 和你自己已经知道的模型 看一看 哪些模型 定量的 包括定量和定性的模型 能够具体放到哪一些系统分析的过程中 比如说模型化 可以应用哪些模型 优化或仿真分析 要应用哪些模型 综合方案的提出 要应用哪些模型 当然综合方案的提出 提示一下主要是 专家访谈 由专家提出一些可选的方案 所以这其中可能就有专家法 或者德尔费法 所以在最后呢 有一些题目 供大家思考 第一是请列表比较 各种常用系统分析 模型方法的功能 适用范围及使用条件 特色和局限性 第二 在各种常用系统分析方法中 哪些可用来进行结构分析 哪些具有预测 优化和仿真功能 第三 请在各种常用系统分析方法中 找出 若干组可结合使用的模型方法 并分析其功能和适用场合 下面有一个思考练习题 请以某实际管理问题及其分析研究为对象 当然这里面呢 可以是你亲身经历的 或者是第二手的 就是间接得来的资料 总结归纳将多种系统分析方法 综合运用的一至二种类型 并加以说明 当然这其中我们的思考题中呢 主要都是涉及到模型体系 和技术路线的设计问题 因为系统工程是一门 倾向于实际的课程 同样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课程 我们所传授的模型 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单元 那么如何结合使用 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较好的 用系统工程中的模型 解决实际问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好了 这一部分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